蓝天白云走入社区举办孝亲活动 在世界各地推广环保 舒适救地球的观念 甚至关怀受刑人 希望帮助他们转念回到正轨 获得内政部颁发宗教公义 深耕奖殊荣 要恭喜的是财产法人佛教慈祭功德会 做事我们认为是本分 这本分是奖是给鼓励所有的慈祭人 鼓励全球的慈祭人 知道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要继续横持下去 持续关怀社会弱势 一一受奖第42届全国宗教团体表扬大会 包含慈祭基金会在内 共有21个团体连续10年获得表扬 其他宗教团体也开办日照中心老人课程 持续在偏向为民众付出 也获得宗教公义奖 希望借着我们的服务 能够大家能够认识老化 他们能够健康起来 能够还可以为社会上 能够再做一些好的做一些服务 我们心灵真正的一个教化 这个才是我们国家在安居里面 真正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个祥和的力量 都在我们宗教团体里面 付出自身的人力物力 从教育慈善下手 不只表彰这些团体的奉献 更希望能发挥社会安居的力量 大家新闻周辰梁家明 特别报道